哈囉大家好我是陳音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我的勇者 那最近基本上又出了一隻我們的新的這個 海淵之主烈拉金了啦 那這隻好像是我們一隻新的魔女喔 那大家覺得他的武器好不好用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因為這一次我們這個 魔女的秘寶啊 好像也有多出一個那個烈拉金的一個那個 武器啦 那不過看起來的話他應該是屬於一個暗屬性的武器吧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厲不厲害這個 海淵之主的武器秘寶好不好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很不錯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哲平可以考考機率來找機會然後來把他抽回家這樣走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這隻 聖淵之主的這個烈拉金的這隻角色的一個那個 形態啦因為我們有拿到鑰匙我們就先來打一下他 而且他身材還還挺好的呢喔好不好這邊的話身材還不錯喔 那問起來說的話哲平這邊還是在努力刷我們裝備當中啦然後 是很努力的想要把我們就是符文用到一個比較高的 但是如果你符文要比較高的話就必須要就是把你的等級提升起來 然後目前來說我們差就是這個部位啦就是我們戒指部位吧 還是項鍊部位是項鍊部位的話我們可能要去刷一下就是那個飛船喔 那上一次基本上有讓大家看到就是我們已經把我們關卡打到70層了 所以下面的話我們飛船的這個冒險模式也是開啟了好不好 所以第一張的話這邊的話我們應該可以找時間再來拍給大家看了 今天應該也可以打一點點喔OK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就來打一下我們的鑰匙來看一下我們那隻 獵拉金到底長得多帥氣喔上一次基本上是打我們那個就是那個 魔裝少女嘛對不對那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獵拉金喔 獵拉金70等了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GOGOGO 獵拉金DEX好不好感覺蠻厲害嗚有點帥喔 我覺得這遊戲的那個boss角色都做的蠻棒的啊 他算是一個那個黑魔女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看一下我們忍者可不可以就是 升任這個 重責大陣這樣子喔 那有人跟我講說為什麼哲平開完上送展之後不馬上開我們的那個青蛙 因為青蛙這邊的話我是要讓他 減上送展的CD的啦 哇他會在基本上放一大堆刺欸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原地的時候馬上開這個幽靈模式之後再利用這個 拔刀斬一直斬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然後再 在開青蛙把那個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CD時間減少這樣其實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玩才對啊這樣才有一個COMBO那種感覺喔 先斬起來先斬起來 欸蠻蠻蠻難打的說真的很硬欸 那個獵拉金也太硬了吧喔喔喔喔喔 欸欸欸我要爆開了喔 哇我爆開了哇 這邊他滿地都是刺刺而且他的那個 就是旁邊的那個黑色的觸手也是非常非常多啊所以這邊的話可能那個 我們自己在閃到的地方的話可能就要自己知道因為我們現在是幽靈狀態的話自己看不到自己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喔大大大招大招大招 這個超大這個那個觸手要出現了這個 這地板上這個東西應該都會減血啦所以這邊的話記得要去閃一下他的一個招式喔 然後我們拉開一點點再開幽靈好了盡量看得到自己為止好了 要不然他的那個招式範圍真的是有點大 哇哇哇哇哇哇我是有點疼了 好再繼續刷 反正我們就盡量戰衝斬起來喔 然後開幽靈姿態 我好好好恐怖喔哇哇哇哇哇哇 哎哎這是什麼怎麼觸手哇我的尷尬了我我先回點血啊 我呦 其實等真的是蠻蠻恐怖的啊 哇我們這邊好像閃不過了 我們先先吃吃吃吃補血吃補血再說先吃補血再說 然後過去 上送斬一下哇 妹妹你在哪裡在上面哇 這個死角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啊因為死角的話你會比較難去開一些道士啊 幽靈娃娃他跑他跑了那我們就先回血 我們現在基本上慢慢打慢慢打因為畢竟是七十哎呦 放冷箭啦 哎完了完了完了我感覺要爆開了哇 哇這個有點厲害啊好險我們這邊有那個 十十我們有存這麼多復活幣不然我們就爆開了 現在才打他一條而已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哇哇哇哇哎他放他放完之後還會有這個 地圖上的那個尖刺啊很麻煩啊 趕快趕快斬趕快斬 哈哈 哎呦好恐怖哦 邊走邊閃 閃閃閃閃閃閃 吃個愛心得死 啊不客氣 別想打我們現在只能用葬送斬跟幽靈來躲避一下他的攻擊哦 我上面 他們應該就沒事了吧 對應該是沒事了 然後變青蛙 青蛙基本上我都是拿他來那個啦就是 拿他來撿一下那個 哦呦哎他在那個哎泡泡中間在在擺上那個尖刺哎 這很會這是網 壞壞透了好不好壞透了哦呦 哦 差點閃不過吃個補血 加油啊哇哇哇這關我真的覺得哎呦而且 我覺得最好是去看一下他的那個一些招式不然 很有可能會被弄到哎 上衝打 先站起來 離遠一點 開座開座 哦他那個他那個了哎呦 Q模咬杯戲哦 然後我們還容易很沒有膜啦所以我們這邊自己還是要 補一下膜 閃一下閃一下 好恐怖哦哦 哎 死定了這邊沒有弄好我要先遠離了我要先遠離了 這邊沒有弄好 哇他是不是 那個尖刺是不是還會把我們抖到牆壁裡面去啊 歪了歪了歪了我要先回血我要先回血了 閃招式閃招式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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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面挖格啊 好恐怖哦呦 好恐怖哦 先斬一下 繼續斬 好緊張哦 有點害怕 我現在拼命變青蛙回血你知道嗎 可是他他一邊他旁邊還是有一些小爆炸會那個在那邊弄人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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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還是得跟他正面硬拚呢 拚一下好了 對還是還是得還是在主動出擊啊 不然這邊的話永遠都打不死他 上送場站站起來 我們不能當的輸啦各位 你用這個機會先閃一些招式 當中斬出來就馬上過就跟他砍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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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了我剛剛我覺得我花太多時間在閃避招式了 用幽靈來閃好像就還行 變青蛙 321 上送起來 然後幽靈 然後然後沒魔 看一下看一下那個企鵝補一下魔 閃 上送起來 然後變幽靈 OK吧OK吧可以可以可以 哎這次也是很好玩哎但是 我真的覺得就是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裝備那邊還沒有刷好所以你真的就是要 留一些那個就是空間讓自己走然後忍者的話應該就是 葬送斬完美的時候就過去斬一斬應該就OK了只是我剛剛前期我覺得我就是 太保守了啦一直在閃招式其實就是 葬送斬出來的時候我們就直接給他砍下去應該就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然後那這列拉筋我真的覺得那個 很像深海大魷魚 深海大觸手那種感覺好像還不錯啦OK哦 好那這好像就是從我們那個哎第一張好像就是從我們這個劇毒工廠開始難怪有人會跟我講說就是 後面的好像都是就是 一模一樣的那個boss哦所以就叫我不要那麼期待啊 我看到了這隻boss好像是我們之前那個boss這樣的感覺但是 他的那個關卡難度應該是有所提升嘛再看一下啊對應該是有所提升 我覺得現在我玩這種角色啊真的是 都沒有像沒辦法像以前一樣站在原地了耶是不是 有人推薦那個水慕斯啊聽說水慕斯就別人就打不死你就可以一直補血但是你也打不死別人那種概念呵呵就打很久那種概念哦 但好險我們現在至少還是可以先 還是可以把他們就是用這種招式砍死了所以應該還算是OK的 打沒問題 打死打死我們先以那個 以打通關主為主哦我們就是趕快先把那個關卡打到那個能夠打boss但我試一下話就可以去刷一下他們裝備 讓下次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們比較厲害的那個忍者套裝了 那烈拉金的話你們推不推薦他的裝備或是推不推薦他的那個就是 一些東西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民一起討論哦因為其實我不太理解配裝的東西啊但是如果烈拉金的那個裝備還是不錯的話那應該 可以可以看看要幹什麼事情 我其實蠻討厭變這個小殭屍的耶 變這個小殭屍就沒辦法進攻擊了會麻煩 好全部砍爆沒問題 欸 其實目前來說我們打這些關卡都還是還好的 只是那個烈拉金那個目前來說我們今天打那個是70等的關卡因為他是會隨著你的那個就是該怎麼說呢 他鑰匙有時候給你的時候他會隨著你的那個 就是你現在通關的那個等級然後給你那個鑰匙 那目前來說我們是通到了70幾層所以他就給我們那個 70等的那個烈拉金的鑰匙 就還蠻嗨的 所以70等開始的話那些boss可能你要打的時候就可以就是 可能就是要開始閃一些招式了如果你就是跟哲平一樣戰鬥力的話你就必須要先去閃一些招式不然其實 你還是很有可能會直接被他們給滅亡這樣感覺 好沒問題 那試一下的話我應該會自己先刷拉因為這些關卡如果他們都那個 都沒有就是全新的boss的話我就不用再拍給大家看了我們就 試一下自己玩然後 等到我們把裝備刷完或是有什麼特別活動的時候哲平會再拍這本遊戲給大家看這樣 這樣大家應該也可以看的比較好 那大家不用緊張啦我都還是有在玩的所以你不要想說哲平是不是退坑了沒有沒有沒有 那這些直接的話哲平會再拿出一些就是 其他的一些有在玩的遊戲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就還算不錯喔 好沒有問題那我們今天的話呢我們是讓大家看到我們的烈拉金啦 下一關又是這個啊罐罐博士所以是一樣的喔那 這些的話我就自己先刷出因為我看到一些就是我比較 沒有看過的一些boss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主要就是讓大家看到我們那個烈拉金啦我覺得招式的話是還蠻不錯的那 如果大家有推薦他的這個祕寶或是一些能力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他的身材 好像是裡面算是數一數二好的呢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我就在這邊再見囉大家拜拜啦 statewide aru 啊 Tik點 сожал ileri agrade